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长辈 各位福州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来自辽宁 45岁 很敢能到这个福州来学习 来忏悔 我汇报的题目是 学习弟子鬼改变一个情愫不如的人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呀 这个情愫不如人 是我的这个行为 就是所作所为 是这样一个人 这个 我这个 也忏悔了司机场 有一点这个 对自己这个有点感悟 因为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 真是这个 这个不如禽兽 所以呢 就是 什么说不如禽兽 就是我看到这些动物啊 这些野兽 这个 比如说 我们东北有老虎 这个在吃饱的时候 如果这个小的动物在他的旁边走动啊 他都不会伤害 他没有胎语 他吃饱了以后呢 他就 他就没有什么想法了 这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 这样人呢 就是在我正常的生活 我这个 做生意啊 因为我是搞药材生意的 在这个 正常的这个范围内 所赚到的钱 还不满足 我还要这个 坑人骗人 卖假药 骗取这个 这些这个 这个 不道德的这个 这个 钱财 贪育 害人 所以这样的人呢 就是说这个 吃饱了还做坏事 所以这个也不如禽兽 是这样 还有这个 很多动物呢 我就观察 他都是 这个 一个配偶 像我这样的人呢 赚一点钱呢 做点生意 我这个还有想法 还有欲望 很多 还想那个 上外面去找这个 所谓的这个 叫寻华温柳 找一些这个 设计上一些 色情场所 干不道德的事 这个 这个 很不道德 很这个 不要脸 就做这些 这些缺德的事情 也做 所以这个 这不如禽兽 还有呢 这个 听一些老师汇报啊 说这个 卫娅知道 反补 杨高 还知道 贵乳 所以我呢 这个人呢 不孝顺父母 还无腻父母 大不孝 所以这个 是情愫不如 真是 所以 我这个 从小的时候 说一说 小的时候 这个 我 十几岁的时候 这个 父母啊 就是离婚了 离婚以后呢 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家四口人 我还有一个弟弟 这时候我就和弟弟跟父亲在一起生活 这时候我们家呢 我就上三年级那时候 这个就不上学了 就辍学了 因为这个家庭的破散 直接影响孩子这个 这个这个小孩是最大的 这个受害者 所以我们 为什么没 他不像一个家 没人管这个家了 所以这个 我们家呢 也经常 聚集着一些 这些 不是不爱上学 淘气的孩子 天天 十几个 十几个孩子 都是这样 不上学的孩子 所谓的坏孩子 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天天是抽烟喝酒 打架 偷东西 天天在我们家呢 一聚就是 一天就十几个来 那我这抽烟 我记得那时候是 抽了一地 一整就抽一地烟头 我父亲 总在扫地 那时候扫了个烟头 一边扫还一边骂 他不乐意 别管我们 完了 我还有的时候 那时候还说 爸一会我扫我扫 我记得我爸那时候 还老说一句话 他说 告诉我 他说得多做日常的 细小的 麻烦的事情 少说漂亮话 他说这是列宁说的 但是我也不懂 其实也在教育 但是这个不懂 父亲也有时候劝我 说得你这个 学点手艺啊 干什么啊 展览好生活 这个也听不进去 因为这个 父亲有的时候呢 他也是 这种管理的方法 因为什么呢 小的时候他就是 有一些抱怨 因为他是下过响 下过响 完了这个 心里有怨气 有的时候 完了喝酒 借酒消愁 喝完酒吧 不高兴的时候 就打我们一顿 后我们犯错误的时候 就上来就打 他也 因为父亲也没学过传统文化 也没有这种教育的方法 所以我们呢 就是这个 对父亲的这个 小的时候不敢 不敢 不敢说什么 这个随着年龄长大 接触这些坏孩子以后 这个 也长这个 胆了 在看这些坏孩子 其实都不孝顺父母 也跟着学 一开始顶撞 后来跟父亲动手 最后 有一回 父亲在管教我的时候 在说教我的 这个时候 这时候我就 这个和父亲一开始 这个 这个动手了 后来我顺手就掏出来一把刀 就给父亲捅了一刀 就捅在父亲的这个 肋骨上 这个所以像我这样 真是一个 无腻 不孝 就是这么一个人 亲手不孺 所以这个 当时上医院 那个大夫说 如果要是不是 扎在肋骨上 捅在肋骨 那就捅在肝脏上了 就很危险了 这个太危险了 父亲经过爆炸 后来就 这个 但是心里头 还是 那个我看着 那就是 非常的 这个 痛苦 非常痛苦 这种痛苦 就是无以言表 后来没过几年 父亲就因为 这个 一些 这个 也是和我都有关 忧愁 和这个 和这个 对一些 这个 这个 人生的 这些 这个 不愉快 和一些 对我的失望 他就 得病了 父亲 你得病 这个 得的是 癌症 好像是 半年多 就去世了 到 零 零去世的时候 他还摸着 捂着自己 这个伤疤 还看着我 有那种 这种 那个 悲伤的眼神 这一种 这个 那种眼神 看着我 其实我 这个我永远忘不了 所以我 非常的 这个 后悔 因为自己 没学过 传统文化 没受过教育 不懂 这是一个 畜生都不如 所以 父亲就戴着这种 悲伤 离开了人世 这种遗憾 所以我 忏悔 对不起 父亲 对不起 他老人家 所以 那个 人要是 不孝 无力 父母 那就是 一些 灾祸 就是 反重力 这些 就会找到 你的 这个 报应 那是 一点都 不带 这个 差的 我就是这样 因为父亲 去世了 不长时间 我就 自己找个工作 就是 上一个 单位去 这个 上班 因为上夜班的时候 我在 下班 晚上回 回家的时候 半路就 碰到一伙人 这个 有一个人 骑自行车 就和我 创上了 我也骑自行车 创上以后 这个人 就 我先理论理论 这个人 就和我 私打起来 后面 这些人 一起 就把我 伤了很多人 就不由分 说 就给我 打一顿 就差点 给我 打死 那个 那个 太 这个 当时 不明白 后来 有一个 过路的人 给 劝 劝 说你别 打了 你们别 打 再打 这些人 可能不行了 再打 就打死了 所以人家 才助手 因为那些人 都喝酒了 我也不认识他们 根本都不认识 这莫名其妙的 就一点小事 都要打死我 但是 都有原因的 因为我是一个 无逆父母 不孝的人 所以这个 这个是 这个 这些战货 不是偶然的 那钱 不懂 不明白 后来 其实 其实很多 这些例子 很多很多 发生了很多 能活过来 那就是 我得感谢 老祖宗 感谢 这个 古城仙仙 这个 那时候 我弟子 搞宿舍 也是 因为几句话 就和人家 一辅子 就给人家 脑袋 就砍了 人家能不能 白砍吗 人家要 当时要整死我 找人 人家安排好了 后来 别人告诉我 那 那个 人家对你 你结怨呢 结怨了不得 人家就要抱负你 所以这个 后来 一个好朋友 给我化解了 所以这个 也很感 因为我自己的错误 这些事 都是我自己赶着的 因为我的不孝 说赶着的 宰货 后来就 结婚 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自己这个 其实生活上 也没有什么 这个能力 这个岳父 那一家人 很好 岳父一看我 这个帮助我 这个怎么 他怎么办呢 因为他没有父亲 不在 没有父亲了 家庭也挺 这个什么的 挺这个 这么一个家庭 他也挺关照我 所以从这个 财力上 物力上 帮助我 把这个 生意就做起来了 做了几年 做的挺好 就搞这个药材 生意 中草药 生意 做的还可以 这时候 岳父呢 就是 就去这个 帮助他的大女儿了 这时候 我就又心生记恨了 我这也是 自私自利 忘恩负义 人家这个 帮助我 那个恩德 我全忘了 帮助 要没有人家帮助 那我呢 哪能 哪能这个 做起来这生意 也不能 但是我那时候就想不到了 就恨人家了 就像弟子龟说 恩欲报 怨欲忘 那时候没学过都不懂 真是不懂 所以这个 就对他产生怨恨 我以为他把我的客户都给他大女儿了 他这是来 我这是这个 这个面好心 我 那个叫 有一句话叫卧底 就来这 把这个 把我的客户全拿走了 就是 然后 这个 这个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心特别 不善良的想法 人家想不起来 人家对我的恩德 那想不起来 所以我就想报复他 我就想找茶 还想 有一天喝点酒 到他店里了 到他店里呢 就 就把他店就给砸了 给那个 喝 耍酒粉 完了 把这个 老岳父呢 也给打了 拿一个大刀 来那来回耍 正好 最从我的一个外甥 在那走 这个刀呢 就是也不是 不是这个 有意的 就是这么来回一笔料 正好 他往前一走 这一刀 正好一个大刀 正好扎着他的胸部 一下捅到胸部了 捅胸部当时就是很危险 完了 你就打这个 急救车120 就送医院去了 后来听说 医生 这个医院说 如果再晚来一会儿 这个孩子就死了 那孩子当时 十六七岁 这一刀正好捅在 他的肺子上 捅到肺液上 所以这些灾祸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人家呢 就是那个 马上就报案了 完了就给我抓起来 这个事挺大 那个挺危险 所以人家 那个 当时就 给我抓到看守所 抓看守 我后来这孩子 通过抢救 通过治疗 就得到了好转 就这这这 那个还抢救过来的 如果孩子没抢救过来 那我那就 我也就早就死了 就是 因为我敢得的 这些灾祸 都是 因为我这不孝 所以这个 这个 孩子通过治疗 后来就没啥事了 所以人家亲属 家里头也没追究我 就不提诉了 撤诉 撤诉了 那时候我在看守所 也压了半年 就给我放了 放了 我这个回来 还是没有感恩之心 我也没感恩 也不懂得那个 我还怨恨人家 我就以为他们想给我 想治我 想给我送到街 还想害我 还想害我 我是这么想的 我这个 这个心呢 都是特别邪 这个都是这样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就是怨恨心 长期的这个怨恨 牛曲 就像邹老师讲 那个餐巾子 就是那样变形了 已经是 那就 不行了 这个 所以 一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精神恍惚 还要有自杀的倾向 就特别严重 那时候 后来我弟弟就带我看病 在车上也想 想往下跳 也不知道怎么事 到医院一检查 医生前面检查 说你这个 就是说这个叫 精神分裂症 马上就要精神病了 所以你这挺严重 这挺严重的 所以当时就找大夫看病 因为我们搞药 也是很多这个 大夫中医 就是找中医看病 找中医这个 找了一个大夫 这个挺好 就帮我这个 扎针灸 扎这个治疗 这个大夫呢 就是学习传统文化的 其实传统文化的呢 完了他这个 就给我讲 就是在治疗当中啊 他和我就是 闹闹渴 说说话 就是了解到 我这个不孝 不孝父母 所以他就 他说你这个 因为头部有病 就是对长辈 得不孝 所以你这个头部 才有这个 出毛病 他讲的 完了那个 他就送给我一些书 送给我书 光碟 传统文化的 因为我文化少一点 所以我这个 看理解力啥的 差 所以经常去治疗 和他 和他捞口 和他这个 他就给我讲 他说你是卖药的 你就管知道 你这个药 是这个能治病 就是这个传统文化 古圣先贤 说的话 这个也是要 也能这个治这个 你思想上的 或者一些你这个 一些病 也是要 这也呢 如果这个古圣先贤呢 这个古大德 这些人 这个说的话 这个都叫这个 是性德流露出来的 这是德性的语言 每一句话 都是一副药 他就给我举例说明 他说的 你看这个 比如说 可能 这个叫 有一句话叫 这个科技副理 就是克服自己的 这个毛病 和这个习气 不良的这些 这些事情 去服从理智 这个 这个 服从一些这个 理法 就像现在说的 这个 遵纪手法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 好啊 这我一听 这个不是 这个人说 这是早破吗 他说那你想一想 他帮我分析 他说你听 这是早破吗 就这样 所以这个 他就给我讲这些事 讲后来 我就 这个有点听懂了 再后来呢 这个有一个老师 讲课 来 这个老师讲什么呢 讲这个 孝道 他就画一棵大树 他说 我们每一个家庭 像这一棵大树一样 树根吧 就是这个 父母长辈 树干是这个 夫妻 树上的这个 枝叶花果吧 就是我们的家庭 财富和福报 儿女 他说这个 怎么样 他说要是 你这个树根吧 要是浇水 给树根浇水 吃营养 这个大树 长得就好 这个树上 枝叶花果啊 什么一切都好 他说像你 像这个 如果我们 要是这个 伤害这个树根 像你这不孝 就好比用这个 斧头去砍 那个树的梗 用这个 锯拿 去伤害 所以这个树呢 就会 就死掉了 这个一个家庭 就渺亡了 他说 所以叫 若根得水 枝叶花果 细节繁茂 所以就给我讲 这些道理 我听得挺好 就有点听懂了 所以呢 我这个回来 就孝心 父亲不在了 我就赶紧 说行孝 不能等 赶紧 回家 孝去父母 因为这个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我要是 再不回头 不孝 那早就死掉了 就像那个 刚才那宋老师说 独立父母 清朝的这个 法律是这个 这个 绞刑和零 零食 猝食 像我这样 这样的人 所以这样呢 我就 心生畏惧 就是赶紧 孝心 父母 给母亲 磕头 孕措 给这个 岳父岳母 一家 也很长时间 不去了 也磕头 孕措 这个 忏悔自己 岳父岳母 感动的 都流泪了 那都感动 流泪了 这个 被我伤害的一些人 我道歉 还有我这个 过去这个 卖假药 因为这个 卖假药 确实这个 太缺德了 伤害不少人 因为有病 就本来很痛苦 但吃完我的假药 就更痛苦了 所以这个 就把假药 这个把这个药 全倒掉了 这假药 以后再也不买假药了 不坑害群众了 所以这个 卖假药的时候 其实也有 很多这个 反作用力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我在抱拥 这个孩子 那时候经常住院 其实这种 反作用力 一直在前 不长时间 我的孩子 就是在学校 全班的 他们这个学生 吃一个叫 白果汤 别的学生 吃完这个 是中药 这药 我们卖的 因为我经营 一千多个品种的药 我这都是很熟悉 这个药 药性什么 我都懂 它本来有毒 有小毒 但是你别 别的这个学生 喝完这个白果汤啊 这个 没有事 唯独我的孩子 就中毒了 还得上医院抢救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这个 反作用力来了 这是作用力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因为我原来过去 竟卖假药 所以我就现在明白了 所以这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这种报应啊 那真是就是 一丝毫也不爽 所以这个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我就 就是明白了这些道理 人家说理得心啊 所以这个 我非常感恩老祖宗的 古圣献贤的传统文化 古圣献贤的这个教育 确实救了我 救了我们这个 全家 过去我们全家 也是非常这个 不和 一家人就是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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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呢 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学习传统文化 就特别 和谐 和过去 不一样 特别好 所以非常感恩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这个 当着这个 福州的父老乡亲 给我过世的父亲 还有这个 被我 还有我母亲 我母亲今天就来台下 还有这个 吃我假药 这个 被我伤害的一些人 还带一些这个 不孝 不孝的子孙 向天下的父母 磕头认罪 谢谢 谢谢 这个知故能改 善莫大眼 最大的善是改过 所以这个 圣人还说 这个人是能教得好的 我就是一个证明 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我们说呀 养不教 父之过 那么父母呢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我们刚才听到啊 魏涛老师 他仅仅四十多岁 也是非常坎坷的一生 那么魏涛老师这一生 就像一个大的恶果 他其中的种子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来问一问 种种子的人 那么这一位老妈妈呢 他就是魏涛老师的妈妈 今年呢 快七十岁了 也是来到这里呀 为我们大家来做汇报 他们母子二人 同台汇报 就是来告诉我们大家 母亲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 母亲当年给孩子 种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种子 下面呢 我们就要对 魏老妈妈做一个采访 首先啊 还是让我们从灾难的根源 开始问起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魏老妈妈小的时候 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过去不是一个好人 做了很多措施 因为学习了传统文化 是传统文化救了我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所以我走上台来忏悔我 我的过去的罪恶 我在这里呀 我要感恩我们老总的传统文化 我过去做的都不是人的事 所以说我现在已经都快要七十岁了 我就是怕我没有时间了 所以说呢 我一定要把我过去的恶事讲出来 把我这个反面的教材 拿这个我过去做的不是人的事 来警示大家 叫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做人 我七岁的时候就跟人家学习 学偷盗 我当时是跟我们家邻居 有一个男孩学习 就是学他教我掏人家的钱包 我就这样做了能有一年多 后来呢被警察抓住了 抓住以后我那时候年纪小才七岁 警察就没有那个对我法律制裁 把我送到家 送到家以后我的父母知道了 他的女儿做这么确论不光彩的事 老人家很生气 后来就给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像我做这样的事 做这么不道德的事 那个后来我就是回忆起来啊 我那个成年以后 那个我的钱被人家掏过无数次 这不是确实是 不是那个就无恙悟掏你的钱 因为你做的缺德事 掏人家的钱包 这就是反作用力 给你的恶报 那么我们也听到啊 为老妈妈七岁的时候和邻居学习偷钱包 我们说七岁种下这样一个种子 会影响到孩子七十岁 那么很多的人啊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历史上 有著名的孟母三千 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她的孩子 孟子受到很好的教育 三次搬家 很多现场的观众啊 听到我们的汇报也说 我们可不能像魏老妈妈一样啊 让她跟坏孩子在一起 我们也会搬家 我们现在啊 会搬十次家 八次家 那么在这里呢 也告诉大家 即使我们搬十次家 二十次家 我们也有一个邻居 在紧紧地跟随着我们 这个邻居就是电视网络 我们想啊 我们的电视和网络 每天交给孩子的是什么呢 大量的沙盗淫望 这样大量的沙盗淫望 给我们孩子从小种下这样的种子 我们可以看到魏老妈妈 小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偷盗啊 那么现在孩子 跟电视学习的时间长呢 还是跟我们家长学习的时间长呢 所以魏老妈妈这一堂课呀 也非常的让我们警醒 我们说呀 狗不叫性乃千 假如我们没有学习人道的教育 人性的教育啊 我们这个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它就变迁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来问 小的时候种下了这样一个偷盗的种子 长大了 对父母如何呢 我也不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对父母也是不孝顺 上学也不好好上 后来就是也没念几天书就退学了 我的父母多病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父母就相继都去世了 剩下我一个人就没人管我了 后来通过别人介绍 我找了那个对象 结了婚 再后来就是我那个 结婚以后有了孩子 赶上了就是文化大革命下响 我们家又全都下了响 能处的生活特别苦 有了孩子啊 开始做妈妈了 我们说教育啊太重要了 假如假如呢 我们听到了 魏老妈妈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过世了 失去了教育 一生的灾难呢 我们下面就来问 魏老妈妈 她是如何做妈妈的 我自己做人都不会做 我也不会做妈妈 也没把我儿子教育好 有一次我就领我儿子上市里 在火车站 我看到一个宝 我就叫我儿子 叫我儿子把这个宝拿来 我说你把这个宝拿来 我儿子 就是那时候八九岁 就把这个宝拿来了 把这个宝拿来以后啊 就是到没人的地方 打开一看 里头有几块钱 有两件衣服 我做了这件事 这么缺德 后来啊 就是我自个 就是招赶来的是什么呢 不长时间 在能村 我们家种了点土特产 我就和我儿子背到市里去卖 卖了以后啊 就卖了几十块钱 那时候是七几年 卖了几十块钱 就是盐头要快过年了 就拿这钱要过年 我就把这钱 就装在我儿子的包里了 我也是怕丢 装在包里 我就和我儿子上了公交车 孩子可能太小 就那个在车上睡着了 把这个包就落在车上 我们一年的心血 这一年的驾当 就这样就被我丢了 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 因为我做的事太多了 康别尔 所以说你招来的就是这个报应 这就是反作用力力量 得到了恶报 这个呀 作用力反作用力 牛顿第三定律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 七岁种下了这样一个偷盗的种子 那么做妈妈呢 这个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了 交给自己的孩子啊 也去拿别人的包 那么怎么样啊 我们为老妈妈呀 全国各地的做汇报 很多的观众就上台找到我们 说为老妈妈呀 这是一个个案 没有共性 因为我们做妈妈的 我们怎么会交给孩子偷盗呢 我们不会做 这个是个别现象 我们当时啊 就直接和这些观众们说 我们说呀 您知道吗 你每天都在交给孩子偷盗 你就在表演偷盗 怎么说呢 我们弟子规里面说呀 用人物虚名求 躺不问鸡为偷 就是我们在使用别人物品的时候 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我们私自拿过来使用啊 这都属于偷盗 更何况把别人的东西 有占为己有的心 这也是偷盗 占便宜 不欲取 我们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偷盗就是不欲取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拿过来 这是偷盗 占便宜的心 占便宜的念头 这些都属于偷盗 我们就想一想 你每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 和小商小贩买菜的时候 讲价团价 当讲完价 把菜装好了 我们顺手啊 再拿一根黄瓜 顺手再拿一根土豆 孩子怎么样 看到了 学到了 学到什么呢 占便宜 孩子刚刚啊 超过这个一米线 坐公交车 妈妈会说呀 孩子把头低一低 低一低啊 受票员看不到我们 这孩子啊 也配合 这头一低 躲过了 躲过了司机 省了一块钱 家长怎么样 夸孩子 真聪明 孩子呢 非常的骄傲 怎么样呢 妈妈 爸爸 天天在交给孩子 占便宜 交给孩子 偷盗 那么偷自己家的 还不要紧 很多的家长 会把单位 使用不了的 稿纸啊 笔啊 拿回家 告诉孩子 算算数 练字 用光了 爸爸还会从单位 继续给你拿 怎么样呢 偷盗 我们很多家长啊 把家里的水 浓透 拧开 一滴一滴的滴水 告诉孩子 爸爸妈妈聪明吗 不用走水表 偷国家的水 怎么样 孩子学到什么呀 偷盗 所以我们说 身教重于言教 你们虽然没有像 魏老妈妈这样 他亲自教给孩子 偷盗 但是我们言传身教啊 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 家庭是孩子的 第一所学校 我们想一想 我们每天教给孩子 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 魏涛老师 这就是一个大的恶果呀 你们像魏老妈妈这一样 你的孩子 长大将来 就是魏涛老师这样 坎坷一生 很悲惨的命运呀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采访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魏老妈妈 会不会做妻子 会不会做太太 我也不会做妻子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德性的人 在农村的时候呢 我就那个 还有了外遇 因为我是有一个有贪心的人 有占便宜的心 所以说呢 自己感到来一个就是 感到来一个 这个人也是那个下班户 我也不认识他 在共享社看到以后啊 他就说我家里生成困难 给我钱 第一次给了我一百块钱 第二次又给我一百块钱 我就这么不知羞耻 就贺人家有了外遇 后来经过这个事 被我爱人知道了以后 他就跟我提出了离婚 我就把这个好好的假 叫我给拆散了 这是我的 对我的惩罚吧 这个我们看到啊 反作用力出现了 偷盗嘛 占便宜啊 这都是恶的能量 你每天都在发 你从小种下这样一个种子 我们看 他时时刻刻遇到境界的时候 他都会生根发芽 种子在那里 稍微给他浇点水 开花了 结果了 为了占便宜 怎么呢 有了情人 有了 然后呢 家庭破碎了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怎么生活呢 我们来问 我自己没有工作 没有生活出入 后来呢 也是通过别人 就是给我介绍 我又找了第二个丈夫 我找这个第二个丈夫啊 那个比我大二十多岁 我当时那时候不到四十岁 我也是有一种贪心 一种爱占便宜的心 还是偷到的心 我以为就找这个丈夫啊 我能就是能享受 自己能 别人介绍说他有钱 我觉得我可以享受了 可以能过好日子了 可是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后来就是 结婚以后 他的儿女提出了要分钱 我被逼无奈 就把这个钱分了 后来就是 我和我第二个丈夫又奋斗 我们俩也也挣了不少钱 而且还买了商品房 后来他的儿女一看 我比他爸爸小那么些 所以说就是早茶和我打仗 就把我赶出家门 第二次我又离婚了 这就是我自己自作自受 自己做的恶果 自己的反作用力 我们看一看 还是一颗偷盗的心 占便宜的心 看中别人的钱财 怎么样啊 找了一个比自己大 二十多岁的人 有钱呢 以为自己可以享受生活了 这样一个种子 它时时刻刻 都来发生这种作用 但是怎么样啊 莫贪意外之财 不是你的钱 你又怎么能得到呢 所以第二次我们看 又离婚了 你这个贪便宜 占便宜的心啊 偷盗的心啊 都是恶的能量 两个家庭破碎了 这是反作用力 接下来我们又问 继续又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 怎么生活呢 我们接下来听 后来我就选择了卖中草药 中草药这个生意啊 实际上是 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我就没把这个生意做好 我卖的是假药 我卖了能有七八年 我正的是凶财 我得到的报应是什么呢 后来又遇上了三药五打假 把我的药全部拉走 都没收了 卖了七八年的假药 凶财 凶财的特点是什么呢 凶入凶出肯定是留不住的 现在我们采访到这里 我们现在非常的清晰了 魏涛老师刚才为大家做汇报 他说他是卖假药的 那么儿子卖假药跟谁学的呢 妈妈是卖假药的 妈妈教的 妈妈亲自教给儿子怎么样 卖假药 所以说呀 妈妈是种子 儿子是结果 妈妈是原因 儿子还是一个大的果实 那么我们说呀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多么重要 子女的命运 父母造成 我们继续问 卖假药 这个中药啊 医药是救死扶伤的 是给人治疗身体的 你这个卖假药啊 不能别人治不好病 而且啊 越吃越重 怎么样 你让别人身体不好 你的身体怎么能好呢 同样反作用力又出现了 是 08年的时候 我就得了心脏病 同时呢 也有 也有 我的儿子 我因为我和我小儿子在一起过 我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 他说赶紧给我大哥找来吧 我妈可能快不行了 就这样把我大儿子也找来了 找来之后呢 他们就给我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当时医院没有代夫 而且那个那是半夜还没有床位 这是什么呢 因为我过去做的这些恶事啊 自己赶着来的 因为你坑别人 你给别人吃假药 那个大夫啊 他也不能不能给你治病 你没有办法 我这两个儿子就又开车 把我送回家 送回家以后啊 我自己 我当时我已经学了传统文化 我明白了 我过去做人没做好 我不会做人 因为我竟给人家吃假药 所以说你就有这个恶果 我现在呢 我明白了以后 我就跪在我父母的相前 我给他们磕头 因为我过去也是大不孝 我给我们老祖宗也磕头 我说我错了 确实我错了 我做的都不是人的事 后来就是我磕头 那个磕了那五六个小时 我就又缓过来了 没死 我知道我自己错了以后 我就天天就是忏悔 天天跪在我父母的相前 给我们老祖宗磕头 给我父母磕头 我说我错了 我这样做了能有两个多月 我知道现在我的心脏病也没犯 同时我的内风是当时也很严重 我的手都已经变形了 两个手全都变形了 拿筷子拿不了 吃饭也吃不了 而且特别疼 就是我的那个 就前凶疼得特别厉害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是能有一个多月吧 我躺不下 睡不了觉 我天天就是也是坐在床上 我也是老是心里在忏悔 白天我就磕头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些事啊 说实在的真是十个不是 就这样 我就是后来呢 也是我儿子来到这个传统文化的团队 我儿子也告诉我 说妈你去忏悔去吧 我也来到这个团队 后来我的手就好了 这两个手全恢复正常了 我真的感谢我们的老祖祖的圣贤教育 是老祖祖救了我 是圣贤的传统文化 救了我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确实得感恩 所以说我上台来啊 每次我都非常感动 我都弹眼泪 我的眼睛 就是这个眼睛 前面吧 就是总瞅着有一个挺大一块黑黑东西 而且像蜘蛛网似的 还带那个一个事一个事的 从我上台忏悔以后 这也忏悔三十多次了 我的眼睛也好了 没有那个东西没有了 我真的确实我真的感恩 感恩我们老祖祖的圣贤教育 使我有了心的生命 我们说呀 心明眼亮 怎么样眼睛明亮呢 他的心里的细胞 心啊不扭曲了 身体的细胞也就恢复正常了 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说呀 向由心生 静随心转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呀 要记住 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境 那么我们说呀 魏老妈妈 她每天卖假药 卖了七八年 极恶的能量 她极恶的反作用力也出现了 那么现在呀 他们全家人呢 非常的幸运 在她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 遇到了传统文化 全家人都在认真的学习传统文化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 魏老妈妈 她现在的身体呀 转积的非常快 为什么呢 心正常了 再经过一些啊 医药的辅助 她的身体就正常了 那么他们全家人呢 现在呀 在利用很多的休息时间 周末周日啊 去买很多的大米白面豆油 去敬老院 去忏悔 去赎罪 而且呢 他们还在救人 是 我就是过去卖假药 我十几年我都没有房子住 都是一直在租房子 后来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知道我这个人做错了 不会做人 所以说呢 假药我从来再也不卖了 不卖假药 我的生意现在越来越好 我在那个我住处买了两株房子 而且呢自己家里头呢 也还有的汽车 这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而且我在那个店里头啊 就是有一次遇到一个 来了一个小女孩上网站来抓药 她是心脏病 因为我得过心脏病 我知道这个心脏病特别痛苦 完了她就跟我说 她说阿姨我在你这抓药 你算我便宜点 我就说 我说你在我这抓药 她说她困难吗 我说你在我这抓药 我说我不恨你要钱 就这样 她在我这抓了一年半的药 吃了以后 现在恢复的挺好 有一次她到我这店里就问我 她说的 你家在哪住 要上我家里去 一进门 我就领她去了 一进门她就给我跪下了 她和我叫妈妈 我现在才明白 一个人要是做好人 你对别人好 就是对你自己好 也是帮助你自己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说啊 我现在是天天要做好事 做善事 还有一个就是我家 就离我家不太远 有一个邻居 他得了子宫肌瘤 我儿子 我回家 我儿子就跟我说 他说的有一家 有这个情况 我们都去看 上他家去了 到他家以后啊 他确实 那个血躺的挺严重 而且那个脸煞白 我就问他 我说怎么不上医院呢 他说没有钱 就这样 我的儿子就给他交了 一万五手术费和住院费 他现在也 动怀手术恢复的挺好 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现在呢 他 我也是把我的 我们传统文化的光盘 和这个地址柜的书 送给他看 让他学这个 他过去呢 是为什么他能得这样的病 因为他也害人 我就问他 他就说 他打麻将 不务正业 那个 他三个人 完了赢了一个人的钱 所以说呀 他能赶到来这样的病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做这个事了 这太康人了 所以说他现在也恢复好了 而且他现在也不打麻将了 也 现在也挺好 所以我们说呀 这人是教的好的 卖假药的人 也是教的好的 我们看一看 为老妈妈他们母子二人 以前呀 由一个骗人 偷人钱包 而且呢 卖假药的这样一个人 现在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救人 送别人钱财的 这样一个大善人 所以我们说呀 好人是交出来的 坏人也是交出来的 我们呀 一定要经过学习 假如我们学习了呢 我们人之初 性本善 纯净 纯善的这个人性啊 就恢复了 那么采访的最后啊 我们也请 魏老妈妈 魏老妈妈今年呢 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 我们说魏老妈妈呀 近七十岁的人了 能够上台来忏悔 他也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和他用他的言行啊 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忏悔不晚 改过也不晚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也不晚 只要我们去做 只要我们认真去干 我们都会成为纯净纯善的人 那么最后呢 也请魏老妈妈呀 给我们一些忠告 现在我明白了 行有不得反求助己 地址会上也说了 过能改归于无 我现在我知道 我怎么做人了 所以说我在这里啊 我奉劝我们台下的 这些观众 我们大家都来弘扬传统文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这样我们身心才能和谐 家庭也能和谐 社会也能和谐 而且世界也能和平 我在这里还要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和我同行的人 就是卖中药的这些和我同行的 请你们不要再卖假药了 卖假药就是也害了自己 坑了别人 我在这里呢 请我们 这个 福州的那个父老乡亲 给我做一个证 我在这里给我过去伤害过的这些 吃我假药的人和我坑害过的人 我给他们磕一个头 请他们要那个 对我能谅解 能够那个 宽恕我 请大家证明 好也请我们大家呀 我们福州的父老乡亲 给威老妈妈 他们母子二人呢 做一个证明 证明他们坚定的改过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